另外带您看到花联县议会30日上午是召开了沙滩车的产业管理方式专案会议 而12位的议员都出席关心业者 并对于花联县政府在沙滩车的管理办法中 是否能够有办法协助沙滩车业者有更适合发展的区域以及管理的办法 并且可以突破法令的规范来进行解套提出了相关意见 花联县政府7月公告以中央管理指引 对于行驶道路沙滩车放置设施等行为开阀 专案召集人先议员杨华美 邀请沙滩车业者花联县观光处建设处等单位召开专案会议 双方就现阶段的经营困境 法规面进行意见的交换 我其实在这个开会前已经给观光处一些问题 希望他们能够帮忙 比如说专区 比如说找场地 我都请提问题 请观光处做准备了 因为你们来 我也不可能说在这边再继续回到那些问题的争议点 而是怎么解决 所以我就给观光处几个方向 然后请他提出几个规划的方案 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可行性 杨华美指出希望透过专案的会议 让沙滩车业者再合法化的过程 若有需要议会的帮忙 现议员们也愿意大力的协助 其实共柔共好共存 然后顾及环境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所谓的观光产业永续化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也要让各位知道 那所以我能够做的 把民意代表能够做的是点出问题反映事实 那父母官花莲县政府才是他的职责是要解决问题 那今天的会议 然后邀业者一起来 然后也给观光处的机会 然后也让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民意代表 业者也认为就目前的沙滩车指引 感觉是中央与地方的互踢皮球 就法令上来看地方是无法修改 目前协会有24家业者都很愿意配合政府的规定 朝向合法化 协会目前也正在写计划书送献府 短期内也希望能够朝向国有财产署能够租用沙滩来使用 目前但是其实我觉得其实说在南海的 我觉得中央的地方在库基地球 业者的感觉是这个样子 其实还是希望可以合法的成立专区 然后才有我们的县力可以上面经营 那我们计划的话就是说 我们也定义一个计划 承信给新政府 然后来向国产署争取 然后合法的租人或者是经营 管理这块海滩 让沙滩车可以合法的在沙滩上面跑 议员黄欣认为现有的沙滩车使用土地 若是有国有土地为登陆土地 县府可以主动的申请为登陆土地办理国有登记 而议员张美惠则表示 交通部发布沙滩车管理指引 以场域管理规范 应该因地制宜不能一体适用 也需要县府像中央来进行反应 华联县政府官方处长张志祥在会中也表示 下一场的行政院会议将于9月6号举行 会持续的为业者来争取 专案会议中也决议 华联县政府应持续的追踪行政院会议进度 有关未登陆的土地如何申请 设置专区可行性等 另外也应该盘点县内其他的场域可行性 包括凤陵游戏区 岩辽飞去渔港等沙滩地 记者林杰花林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